降低农产品运输过程的耗损 农业部打造全台农产品物流网络 不只让消费者方便采买优质产品 也提高农民收益 促进农与会升级转型 现场的签运仪式正式宣告 开创全国农产物流新模式 过往整个的一个销售的 销售的一个物流的体系 都是由各个农会或是农民 自己透过私人的这些物流宅配的系统送达 农业送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系统 也能够让小农到农会的据点 能够将他们的农产品送到我们的消费者手上 农业送Express正式启动 这是农业部结合OKmart现有物流系统 打造全台农产品的物流网络 让产品不受距离和时空的限制 送到消费者手中 另一方面对农民来说夜市一大福音 04 03大地震之后 我们对外的交通却断了59天 所有的农特产品要经过屏东 高雄往台北124送 一天大概要花25个小时 有更便宜的运费 更快的运送方式 让消费者吃到用到更好的 打破交通瓶颈 协助受地震冲击的 华东农产正常疏销 线上实体物流三管齐下 目前已有204家农运会完成签约 超过1200处据点纳入物流网络 预估可降低三成物流的运输费用 提升20%的产品解单量 发现超市有个不一样 就是我们来了很多陌生的客人 那这些客人他们是没有来过农 而是他们因为他们的包裹 到这里店对店来取货之后 他们逛下我们超市 然后来消费我们农民的产品 提高优质产品曝光度 让辛苦的农民们增加收入 也带动台湾农业业的行李选杯 记者夏亿传林一新台北采访报道